美国绝大部分州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集市来展示农业产品 南卡罗莱纳州2008年10月举办的是第139届农业集市 地点在首府哥伦比亚 一百多年来世界改变了很多 融合各种现代技术的游乐设施 逐渐成为集市的招牌 但农业集市的主题从来不变 一直都强调民以食为天 沙拉一家每年都会逛集市 沙拉提到的全都是农业集市上供应的传统食品 这种油炸的甜面饼叫做向耳朵 卡丽喜欢吃炸薯条 汤纳品尝蛋糕的尖细要喝几口水 对唐纳来说农业集市上的吃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工作 他担任烹饪竞赛的裁判已经三十多年 今天下午他和同伴总共要评判27种蛋糕 很多人都会认识适 他担任烹饪竞赛的食物 对 Dass our family 如果成为材料也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甜的法尼 当然 我还有很多糖 我相信你 我不是只做了这些年轻人的食材 但Joanne和我试试了所有的糖果 其他裁判也都承担类似的工作 品尝各种参赛的食物 负担虽重 但大家无怨无悔 我喜欢它 因为你会试试不同的味道 看不同的創作 当地人对烹饪比赛投入的热情显而易见 每年都有大量的参赛者 带着精心准备的食品来到农业几世 这是我的第二季 昨季是我的第一季 这是我的第三季 不论从参赛的食物品种 还是从参赛的资历上说 丁娜都很突出 这是冰箱几片 这是巧克力蜂蜜 它总共带了11个品种参赛 我已经做了15年了 不论从参赛的食物品种参赛 我每年都喜欢做的 这是玩笑的 布兰达担任比赛的裁判长 她懂得美国南方女子的兴趣爱好 丁娜特别愿意花时间准备各种食物 她和家人当然喜欢南方的馅饼 丁娜的诀窍是用一种特殊的饼干 打碎之后混合进面粉 保证馅饼皮即香又脆 像我说 我学习了很多从我妈妈 所以它带着记忆 在我妈妈的历史 每次我煮的 我都很想念她 这是一个享受的 我享受的 享受以外还有荣誉 这么些年参加比赛下来 她赢得过众多的奖项 其中蓝色丝带代表一等奖 红色丝带是二等奖 白色为三等 沙拉的家里也收藏着 类似的奖品 总数超过了一百件 她多才多艺 能够在酿酒 工艺 烘烤 果酱等项目 一显身手 首先你学习了很多 第一几年我进入烹饭 我没有想到任何东西 所以你学习 要完整你的菜式 你学习什么好处 所以你能够更好的烹饭 沙拉和丈夫约翰 都不是南卡罗莱纳本地人 但他们三十多年前 就移居哥伦比亚 早已经入乡随俗 我爱它 我爱天气 我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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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优厚的收入 让他们比很多土生土长的南方人 更有条件感受南方生活的魅力 夫妻俩拥有一个七十英亩的农场 农场里还有一个十英亩的池塘 黑天鹅和其他品种的鸟 也都以农场为家 沙拉已经很擅长烹调南方的传统食品 他每个星期为家人做一次软饼 他懂得做好软饼的诀窍 面团揉得越少越好 软饼的口味相对比较清淡 在南方传统食品中 也有很多口味不够清淡的 但从农业集市上看 高热量的油炸品种还是太多 炸向耳朵的店有好几家 炸薯条更多 还有人打出油炸百事可乐的招牌 这家店每年都会折磨出一样油炸的 新产品吸引游客 看到这些集市上的游客 谁都明白美国人付出的代价 喜欢大号炸薯条的卡丽 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对比很强烈 她自己倒不太担心 众多的油炸餐点中间 偶尔透露出一些让人鼓舞的信息 这家亮出了 无反式脂肪 无胆图存的旗号 尽管如此 他们提供的也只能说是 比较健康的油炸食品 但不能说是健康食品 我认为西方烹饭 我们正在尽量尽量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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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更健康的食品 沙拉制作的果酱罐头 糖分比标准配方低很多 它的低糖果酱 与其他获奖食品 陈列在一起的时候 显得很有个性